小学生不掌格的原因找到了 小学生现在的书包比杠铃都要中了 小男孩上学 再把那个书放下去 慢一点 这多钱 15.6 15.6加 未来教育的使命 一定不是培养多少高分的孩子 而是我们要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成为真正的人 台湾的小学不是每天都上全天课哦 它是有分的 台湾的国中生一般都是4.50下课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坤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呀 当你想到孩子们学习生活时呀 可能会浮现出这样的一个场景 清晨的校园 学生们啊背着书包 冲冲的呀赶往教室 而在海峡两岸台湾与大陆的学生们啊 虽然有着相似的校园的生活的画面 对吧 但他们的学习时间呀 呃成长环境啊 以及背后的教育理念呀 却有着呀很大的差异 在大陆呢 家长们呀 可能为了一套 为于名校附近的学区房啊 不惜发费呀 巨资 而在台湾呀 这种焦虑呀 似乎相对很少 更多的家长啊 关注的是孩子的综合素养 综合素质的培养 大陆的孩子呀 往往是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呀 渡过漫长的呀 上学时光 补习班呢 也成了呀 很多家庭的呀 标配 而在台湾呀 虽然也有考试的压力 但教育啊 更强调是多元发展的兴趣与培养 不仅如此呀 两岸的教育理念呀 也在潜移默化的呀 塑造着下一代的思想 而在大陆呢 教育啊 更多是强调集体主义 对吧 国家意识 对吧 而在台湾呢 个人的独立思考呀 与自由表达呀 更受重视 所以呀 今天咱们呀 就来聊一聊 两岸的呀 教育理念 我记得给我印象 很深刻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是马云先生啊 曾经在一次访谈中啊 聊到过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 他说啊 西方呢 就是比较直接了当 我们这边呢 就是不管什么事情啊 都是让你去误去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简短的影片 中国和西方有最大的差异 西方是比较直接了当 像圣经 很讲得非常之清楚 上帝怎么说了 你就怎么做 你好好听 这一部优秀的销售书一样 中国的文化很复杂 如是到讲究物 这个物就麻烦了 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 所以两种不同的文化 西方通过竞争来取得进步 中国人讲究和谐 我们叫和气身材 西方现在觉得 中国你这样讲话 你肯定背后有意思 你一定有目的 中国人说跟西方 咱们好好谈嘛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文化 厉害 上面那个简短的影片呀 马云先生 虽然聊的高度比较高 但是呢 也映射出 教育这一块的问题 对吧 什么问题呢 这个呀 我们在影片的后面在聊 那我们书归正传呀 咱们都说了 大陆呀 还有台湾的教育理念 存在很大的差异 那到底有哪些差异呢 这里呢 我找了一张图片 我们呀 大概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请看 那么这张图片呀 概括的呀 还是比较全面的 我们呀 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来看教育制度这一块 大陆这边呢 是九年义务教育 台湾那边呢 是十二年义务教育 大陆这边的小学上课时间呀 是周一到周五啊 全天 台湾那边呢 是周一到周五 部分时间呀 是半天课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就读条件啊 就读条件呢 是三对口 或者四对口 而且 这个是大陆这边的啊 台湾那边呢 就是就近入学 租房呀 也可以入学 也可以啊 就近入学 我们再看看大陆这边的 教育理念啊 它是看重的 是考试成绩 提高这方面 团队意识呀 不强 台湾那边呢 是看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注重啊 看重啊 学生与人啊 还有社会啊 呃 这一块的交流活动 这一块 培养呢 学生的团体意识 等等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学习的目的 这一块啊 学习的目的呢 就是阶段呀 学习啊 全面化 而台湾那边呢 是培养 兴趣培养啊 自我化 呃 等等啊 这很多很多啊 大家如果 呃 想看的话 可以 视频的前方啊 截个图 影片的前面啊 截个图 除了上面的 这些差异啊 那真正的生活中 我们的孩子的 上学啊 有什么样子呢 我说出来啊 可能大家都不相信 不敢相信 有位学生啊 小学生啊 去上学 被自己的书包呀 压趴在学校的门口了 还有一位妈妈呀 撑了一下 自己孩子的书包 我的天哪 重量呢 居然达到了 二十多斤 好了 话不多说 咱们呀 来看看 这几支影片 小学生不掌格的原因 找到了 小学生现在的书包 比杠铃都要中了 小男孩上学 书包太沉 走路亮亮呛呛的 结果走到学校门口 一个不小心 就栽倒在地上 直接是脸巢下的 我们以前上学 怎么一个跨包 就搞定了呢 鱼烟 给我把你撑 拿过来了 你撑吧 两个一块撑呗 两个撑 行 看你这书包多重 这样放都放得下 你这样放吗 这多少斤 五点三 五点三斤 你再把那个 放下去 慢一点 这多少斤 这多少斤 15.6 15.6加 刚才那三点几 五点三 总是多少斤 二十多斤 二十多斤 刚才这多少 十五点 这个是十五点三 还是十五点六 这个是五点三 十五点三 十五点六 那就是二十 一点六 十五点 这多少 十五点三 那个是五点六 二十点八 不是十五点六和五点三 十五点六和五点三 那不就二十点八吗 二十斤零八两 是不是 二十多斤 那就是什么 二十斤 我妈你每天要背二十斤 陈死了 我跟你说 天哪好陈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读一年级的小朋友 书包到底面 有什么 一年级 有好多课本 有数学语文 还什么 还什么 数学语文 还有科学 还有科学 还有道德法治 还有一些练习本 还有一些什么 新课程学习评测 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 都没有那么多 就是有语文的数学 还有一些什么 最多还加上一两本 可是到我这个孩子 都要一年级 一年级 我家的小孩才二十多斤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书包哪有多斤 太夸张了 九斤多 占他自己本身体重的 差不多二分之一 二十斤的一个小孩 现在的书包能达到 九斤多 还有这些 还有一些 鱼伞 鱼伞经常上 他平常还有个水杯 水杯也要加上一斤 所以说的话 这个书包能达到 十斤左右 我想象一下 一个二十多斤的小孩 背着书包 有十斤重 占了体重二分之一 还好现在的小孩 都是有 我们父母啊 开车接送啊这些 要不然就像我们小时候 那种走一两公里 甚至三公里 那种路程啊 真是累得够呛 很多今年年龄段的孩子 都是由家长来背书包 到了校门再递给孩子 接着随机对小学生的书包 进行了撑凉 也都叫你个预测 我手里还拿着一些 当我您一分钟时间 我这一种 差不多有 就不到七一分钟 七八公斤的书包 接着提了不到一分钟 手就开始不自觉的发抖 对于还在长身体的小学生 的确是不轻的重量 很多家长也表示 没想到书包会这么重 很心疼孩子 记者观察发现 很多孩子背着书包走路 重量压在身上 会明显出现身体前倾的情况 骨骼医生介绍 小学生正处在生长发育阶段 骨骼比较柔软 如果书包过重 会把孩子的身肩向后拉扯 身体就会不自觉的向前倾 时间一长 可能导致驼背寒胸 甚至脊柱侧弯极高低肩的问题 Oh my god 看见了吧 这么重的书包 大人都提不起来 提起来都很费劲 更何况还在长身体的孩子们 真的是看完之后 很心疼这些孩子 在花开的年纪 承受了他不应该属于他的重量 老样子 我们来看看这些家长的吐槽 一位家长 2018呀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 这就是中国教育 有的孩子的书包 十多公斤 说实话 我们成年人背起来 有点吃力 何况是孩子 这种问题 本来很好解决 可是就是没有人管 学校的规定 孩子的所有书啊 每天都必须带回家 和带到学校 这是不是就多此一举了 对吧 你每天上什么课 然后回来之后 你要做什么作业 你就拿了几本书 不就可以了吗 你为什么还要把所有的书 全部又带回家 然后又全部又带回学校 这不就是多此一举吗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看 网友黑白怎么说的 他说 论一个小学 二三年级的学生 一共两门课程 到底书包里放了什么 这位来自广东的网友 叫菜鸟 他说 中国的小孩负担太重了 这位来自重庆的网友 K4 他说 我外甥的书包 我都背不动 但还有一位上海的网友 徐 他说 感觉比我们小时候更沉了 对 山东的网友 178 说 我孙女的书包 我背不动 和这位小朋友 一样 网友2011 这么说的 他说 初一的书包 17斤 真的 太沉 太沉 孩子五花八门 的书 还巨厚 可怜了 孩子们 看来这位网友 也是深有体会 他非常非常的可怜 这些孩子们 这位网友说 这跟知识无关 跟磁场引力有关 我觉得 这句网友 他说的应该是反话 对吧 我可以这么理解 他意思说 在地球上学知识 学习 可能太累了 我们应该去月球上 去学习去 月球上 引力比较小 对吧 但引力小啊 背书包 不就轻快吗 那么 除了上面的 那几只影片呢 我还搜集了 他们平时 生活上课时的 一些影片 我们大家 一起来看一下 这些影片 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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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飞 木兰 开飞 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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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什么 喷点小学生 未说明场面 你小时候 有过这个经历吗 木兰 开飞 木兰 开飞 木兰 当 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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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 对 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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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进生 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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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大家看完上面的影片 有啥感想 我是没有看见他们的快乐 你想想 为了第一 批命的去读书 背课文 为了优秀班集体 在学校里面的排名 可以是第一 孩子们也是失去了 他们快乐的童年 为了应对各种考核 他们不得不配合老师 去做这些表面 毫无意义的工作 为了一个小小的流动小红旗 对吧 为了不被扣分 对吧 他们失去了太多太多有意义的事情 您说 这样的教育方式 这样的教育理念 是不是应该改变呢 大家都知道呀 科举制度呀 它是源于水朝 完善于唐朝 一直到清朝末期啊 在中国的这个社会中啊 它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就是到了现在啊 你还能或多或少呀 看见他们的影子 还真是藕断失联 挥之不去呀 上面呢 我们讲到了台湾的教育 还有大陆教育啊 差异很大 他们呢 没有学区房的概念 就是台湾那边啊 他们没有学区房的概念 他们那边的小孩呢 上学呢 会很开心很快乐 他们学习的时间呢 比大陆这边啊 又轻松很多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 台湾是什么样子的 这里呢 有几支影片 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下 台湾的小学 不是每天都上全天课哦 它是有分的 像是一二年级 只有礼拜二是上全天课 其他时间是上半天课 中午十二点放学 那像是三四年级 只有礼拜三跟礼拜五 是上半天课 中午十二点放学 其他时间是下午四点放学 五六年级的话 只有礼拜三是半天课 十二点放学 其他时间是下午四点放学 上全天课的小朋友 配备是书包跟一个餐袋 餐袋里面装的是空的餐盒哦 学校中午有提供营养午餐 营养午餐是要收费的哦 一餐大概是五十八元新台币 相当于十三元人民币 每一间学校收的餐费 也是有差别的 台湾的国中生 一般都是四点五十下课 他们上课一定要穿 学校的校服 校服上都有自己的名字 一般学生都是自己走路回家 很少父母开车来接送 因为一般的家庭 父母都是五六点才下班 所以很多学生都会自己回家 或者是去安清班写作业和补习 有一些父母会骑摩托车来接小孩 但是摩托车都会停在远远的地方 学生过马路的时候 为了安全起见 都有护工指挥交通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台湾的教育理念 连续两年台湾的大学生退学人数 已经达到了九万以上 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就仅仅是因为专业兴趣不投心意 那讲到这里你肯定会惊叹 你真信你啊 人家是千军万马挤足木桥 废了祖宗八代的应得总算是到了对岸 你却要从对岸回来 没错 这就是台湾的教育 那么台湾的教育到底都有哪些特色呢 我大致分了四条 下面我就来给大家掰扯掰扯 第一 台湾是推动亚洲第一个实验教育三法的地方 保障教育的多元化和选择 也就是说各种在家自学 团体自学 机构自学 各种公办明办的实验学校 确实对一些求新求变的家长来讲 多了很多的选择 这里我挑个典型来举例给大家听 台湾有不少类似森林小学的学校 就是把孩子丢到大自然中学习 没有固定的课本 更不存在硬式的教科书 小孩子在没有课本的情况下面 依旧可以识字读书 并且动手能力超强 他们每天不是在仲裁就是在危机 或者是探索大自然等等等等 其次 就是台湾的老师们都能量满满 他们会自发式的去挖掘和学习 因为台湾的老师都不太爱听指令 他们更注重现场教学的互动 经常会挖掘出一些新知识 或者自己特别感兴趣的点 去跟小孩子交流或者是传授 第三 大家会有扎实的学习行动力 假如你是在台湾的学校 看到校长屁股兜里面 揣着两把螺丝旗子 你也不要觉得奇怪 那一定是这个校长他在研究什么 甚至他还要每天给学生去修电脑 大概率小朋友跟校长的互动 也都是相当的融洽 尤其是科技4.0时代 课程设计更需要跨领域 行动力执行力才是最好的教育 第四 应变能力 简称变通 在这个遍地都是标准答案的 应试教育里面 变通力实在是太重要了 台湾的108课 刚增加了生活科技领域 在全台成立了100个中小学制造中心 培养动手做 解决小孩没有标准答案的能力 我们经常会听说 一定要远离满脑子都是标准答案的人 说的就是那些被应试教育毒害的那一批 那什么叫做标准答案呢 我来举个例子 就譬如 雪融化了 阔湖 请填充下一句 标准答案就是 小草发芽乐 结果你的小朋友美美的写上 春天到了 广广给你来个查查 但是我们的人生 它有标准答案吗 当然没有 但是生活中你一定会发现 有很多带着标准答案的人 对不对 就譬如说 青少年是不可以谈恋爱的 为什么不呢 在最好的年纪不谈恋爱 难道要用来报销祖国吗 对吧 你看多少孩子出了大学 都还不会谈恋爱 因此错过一生好姻缘的 也不在少数吧 人生处处是学习 又何必拘泥于孩子 学的是什么呢 难道一辈子的幸福 还抵不过你多考那两分吗 所以你看 台湾的教育听起来 是不是更加的人性化 这里的人擅长质疑反驳 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不信你去看黄敬营 怎么怼蒋望爱呢 你就知道 我觉得他只是去怼 还算是好的 遇到我这种 大概率得去动手 教育说白一点 其实就是一个人 从小到大的讯息接受器 也就是说 你长期接受什么样的指令 你就会活成什么样子的人生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讯息检房里 别人结婚了 我也赶快接一接 别人生娃了 我也赶快生一生 别人二胎了 我也赶快跟进一个 别人积娃了 我也赶快积吧 几乎就是无时无刻 不是跟着别人的节奏走 你这一生就像闹钟上的指针 在没有外力的状况下 不出意外 就这么匆匆走完一生 周而复始 复制着每一天 但是在我的认知里 这种一眼万年的日子 臣妾真的是做不到啊 我就在想 生命不是应该探索 无尽的未知领域 保持终身成长 这么一个有趣的过程吗 所以台湾人 在面对政策也好 指令也罢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 我马上要去执行这个政策 或者是指令 这个政策或者是指令 他到底是有什么好 或者是有什么不好 是否有利于我 这个大学专业 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 四年后出来 是否符合我的人生规划 是我想要过的日子吗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先灵魂三考问一下 再行动也不迟吗 假如你有两岸生活经验的话 其实你不难发现 台湾就是一个讲中文的 跟你的思维 大相近平的一个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 两岸一直吵吵吵 但是他们从来 就没有吵到一个点上 一直都是在鸡同鸭讲 沟通无效 因为他思维不在一条线上 他怎么能有效沟通 可不就是鸡同鸭讲吗 前阵子去大学里面 给学生上课 发现教授们 清一色的 像保姆一样的 伺候着每一个学生 给我的解释是 每一个学生都是上帝 但是学生们貌似并不领情 一个个有一搭 没一搭的应付着 当时我就在想 那些退学的小孩 我是认可的 他们一定会好过这些 没有退学的 却依旧在混日子的族群 进又进不了 退又退不掉 像不像极了你悲催的婚姻 其实绝大部分人 都不知道自己的一生 想要的是什么 今天才好笑 我有刷到一个视频 上海一位家长 一位鸡娃 把自己寄到医院去了 我都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就只想问一句 这真的是我们 想要的人生吗 我从来不相信 这个世上 有什么事实不可以改变 毕竟你自己的人生 只有你自己 才可以负责 其他任何人 都做不了决定 而且我认为 每一个成年人 都可以去尝试 每过十年都可以把自己的人生 重新打碎 重组一次 人是一定需要 重新再活一次的勇气 把自己彻底清零 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 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好不容易投胎为人 一辈子只玩一款游戏 你不觉得亏吗 当然 我知道绝大部分人 仅仅是活着 就已经花光了所有的力气 但我想说的是 只要你有一点点的条件 你都可以尝试 人一定不是先得到 才相信 而是先相信 才会得到 而人生的学习 也不应该只定格在学生时代 学生时代 仅仅是人生的一个入场而已 假如你真的想要孩子好 父母首先必须要拥有 终生成长的能力 因为原件对了 副硬件 它才会对啊 那假如你的身边 还有人在劝你要顾全大局 那一定代表 有人在多吃多债 那如果有人在劝你 能忍则安 那一定是有人在得寸进尺 假如你感觉在负重前行 那一定是有人骑在你脖子上 在岁月静好 所谓破观念 就是破你对好坏善恶的 无知和固执 一切的标准 限制 阻碍 其实都是自己设下的 只要你一念放下 瞬间超脱 又到了咱们看网友留言的环节了 不得不说呀 这一届的网友啊 是真敢说 都说了什么呢 那我们大家一起啊 来看看这些大陆网友啊 就是看完台湾的这些 教育方面这些影片之后啊 他们的留言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 我们来看看第一位网友是怎么说的 第一位网友米老头 他说 我们不是育人 而是教化 说的很对 同意 网友强哥说 宝岛创造了那么多优质的企业 离不开优良的教育 对 网友 记说 同胞请一定要守住中华文明 如果有坏人入侵 请你们一定要拼死抵抗到底 文明必胜 真敢说 佩服这位网友 这位网友情深四海说 我们心里要的教育方式方法 你们替我们说到位了 网友诗者说 他是来自四川的 他说 谢谢台湾 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许多 荣宅史册的宝贵财富 网友乱谈说 了不起的台湾 网友自强不息 说 生生浅入意 句句扎我心 思想开拓 开拓了眼界 开拓了思想 对吧 网友大道自然说 探索有自然规律的学习方式 遵循自然轨迹 前行 这后面 就是很多很多网友 来自广东的 来自黑龙江的 来自云南的 来自山东的 来自湖北的 来自广东的 来自广西的 对吧 好多好多的网友 全部给他说的这句这些话呀 点上了一个大大的赞 还送了很多很多小红心 还有一些呢 花什么的 反正这都代表了大家对他讲这些东西的一种认可 对吧 那么从本期咱们聊这些事情中啊 我们可以看出来 大陆的教育教育的这种方式啊 可能偏向于应识 对吧 学生学术基础呀 嗯 好 尤其是在理工科领域啊 可能比较突出一些 但是呢 应识教育的压力大 容易啊 忽视个人的发展呀 还有创新能力的培养啊 这一方面 而且集体主义的教育啊 也让学生啊 缺少了关注个情表达呀 缺乏自主性啊 缺乏个性化 对吧 相比之下呢 台湾的教育更是注重多元 多元化呀 还有数字教育 鼓励呢 学生啊 发展兴趣 批判性的思想 还有创新能力 学生啊 在自由表达 还有个性发展方面啊 有更多的空间 对吧 另外呢 就是台湾的教育啊 在平衡学习呀 生活呀 这一块做得比较好 减轻学生的压力方面啊 做得也是非常的好 这不就有助于 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对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 台湾教育中啊 对学生个性啊 还有兴趣的 这方面的关注 减少呀 对应识教育的 这种过多的依赖 鼓励和创新自主学习呢 对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 向台湾学习 他们的这种教育的方法 这种教育的理念 对吧 好了 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大家对大陆 还有台湾的 这种教育理念啊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未来教育的使命 一定不是培养 多少高分的孩子 而是我们要让孩子 成为最好的自己